這次辦雙城論壇 有沒有可能蔣萬安之前所說的 他必須不在老台 對台灣要提出善意 而且雙方的地位要對等 才有舉辦的意義 這三個原則會不會改變 我們就是會繼續辦 進行程式的交流 三個原則會不會改變 我已經問了將近十次了 從質詢開始到現在 我只是問你會不會堅持這三個前提 你完全答不出來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我們會遵守中央的法規嗎 我質詢到現在十分鐘了 你這句話大約講了快要一百次了 不要再跳針了 不要再跳針了 不是跳針 這是要遵守中央的法規 你是跳針講萬安嗎 你是跳針阿嗎 又再跳針 議員好 市長好 首先第一次的總質詢 我要跟你請教 就是大家都非常關注的 雙城論壇 那2023年的雙城論壇 到底何時辦 怎麼辦 如何辦得像講萬安講的 能夠在對等尊嚴友善互惠的原則底下 我覺得這是大家非常關注的 所以首先我還是要詢問你 到底我們現在市府內部有沒有在討論雙城論壇 如何辦 怎麼辦 何時辦 好我請王秋冬副秘書長來回答 市長 謝謝 謝謝議員 時間暫停 副秘書長 來我要給你先回座 謝謝 市長 我不是不讓副秘書長給你打pass 這是重要的議題 對岸都點名 希望蔣萬安參加上海雙城論壇 你現在還要王秋冬在你旁邊給你打pass 你會不會太窮 不因為他有實際去上海 去初步討論 細節的部分他可以多說明 他有去 去完之後你有沒有了解他談的哪一些 有 他有跟我回報 有 那當然你要回答我啊 他又不是市長 所以我們有在討論 是 那我就問你何時辦 我們目前預計大概就是可能7月8月休會者有時候 那比較可能會在8月 可能會在8月 好下一頁 那你在你之前講的 共機不老台的三前提底下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一次的雙唇論壇裡面 提到你之前選前給大家講的這些原則 這一次辦雙唇論壇 有沒有可能蔣萬安之前所說的 他必須不在老台 對台灣要提出善意 而且雙方的地位要對的才有舉辦的意義 我相信這些原則你應該還是堅持吧 我們應是遵守中央的法令 來舉辦雙唇論壇 而且雙方地位要對等 我想這非常 這是台灣任何一個民眾 都認為跟對岸的城市交流應該秉持的原則 所以蔣萬安蔣市長 你今年辦雙城論壇的時候 這三個原則你會改變嗎 所以我們本來就是希望能夠雙城論壇繼續辦下去 是 那我問你這三個原則會不會改變 我們就是會繼續辦 進行城市的交流 三個原則會不會改變 我只是問你會不會改變 我只是問你會不會改變 我問你會不會改變 你當時在提這三個原則的時候 有違背中央法規嗎 我們就是遵守中央法規 沒有違背中央法規 這三個原則沒有違背中央法規 那我只是問你 今年辦雙城論壇的時候 你會不會堅持這三個前提 我已經問了將近十次了 從質詢開始到現在 我只是問你會不會堅持這三個前提 你完全答不出來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我們會遵守中央的法規嗎 而且一定尊重中央主管機關的立場 尊重中央的法規 跟你的前提 這兩件事情並不相衝突 我只是問 你的前提 在去年提出的前提 你今年會不會堅持 我們就是 當時也是 議員也知道啊 這是符合中央的法規嗎 到底會不會堅持啊 我們就會堅持辦雙城論壇啊 到底會不會堅持你的前提啊 我們就會堅持這樣的原則來辦雙城論壇 你的三個前提你為什麼不敢承諾 我們就是會堅持辦下去啊 你會堅持辦下去啊 造造有力的條件 對等尊嚴善意互惠 沙海玲 來台北參加雙城論壇的時候 多次強調兩岸一家親 強調血濃於水 這就被認為在吃政治豆腐 2017年的時候 柯文哲致此稿 原本沒有兩岸一家親 後來還傳出有兩岸一家親 還傳出有AB稿 說送國安會的初稿沒有兩岸一家親 也被認為是自我矮化 2019年柯文哲到上海去參加雙城論壇 臨時增加了跟國台辦劉潔一的見面 然後本來秉持公開透明的原則 原本全程直播 結果後來在會議當中 硬生生的被關掉直播 這件事情你知道嗎 我看到我媒體的報導 你看到我的簡報 所以你之前都不知道 好 所以代表你沒有做功課 2020年 台北辦雙城論壇的時候 所有雙城論壇的會議 議程跟誰見面討論什麼 完全都不給議員 2021年 上海市長龔正 不但大談兩岸一家親 還說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 還說要共援中華民族 復興中國夢 然後台北市的致此稿 因中國的要求給了上海 給了中國事先審查 但上海的稿 卻沒有給台北市 2022年 上海市長龔正 在雙城論壇 也就是去年的時候 說雙城論壇的交流 是需要共同的政治基礎 這些事情都被認為 我們在辦理雙城論壇的時候 對岸刻意矮化我們 給我們穿小鞋 這些事情 在我今天的簡報之前 請問市長你知不知道 我有看到新聞 你有看到新聞 所以你有做過整理 媒體都有報導 媒體都有報導 好 那我要問你 請問今年如果七八月 蔣萬安市長您代表台北去參加雙城論壇 這些矮化的行為 如果在你去的時候發生 你要怎麼因應 我們一定是對等尊嚴 絕對不會發生 你對等尊嚴 別人不對等尊嚴你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根源報告 剛剛講這些事情 包括接見誰 包括我們行程的安排 這些都要報中央 中央核准以後 才會放行 好 那你記得 今年上海來台北市參加燈會 你的行程完全不敢給議員 也不敢公開給媒體 甚至上海方 原本公開的行程 臨時落跑改變行程 這件事情你記得嗎 我知道 那為什麼不敢公開給媒體 公開給議員知道呢 因為 如你所說的 送給中央做審查 議員 如你所說的 中央都同意了 為什麼不敢公開 陸委會其實都一直跟我們有保持溝通跟聯繫 在這一次台灣燈會在台北舉辦 上海派團要來 他們有登在我們的展區 所以陸委會也給予我們相關的原則 就是要低調 安全 單純 這很清楚 那陸委會 現在也很清楚 在給我的資料裡面 給委員的資料裡面有講 要求低調不是行程不公開 要求低調不是不公開錯誤 我們行程當天都有公開 所以 為什麼是當天 提前 能公開給議員 給媒體做檢視 做不到嗎 議員 陸委會現在 他事後 回過來看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說 兩岸之間的交流 市政這個領域來推動的話 台北燈會 就是一個很好的合作經驗 他給予我們這一次台灣燈會 上海團來他給予肯定 市長 而且我們的過程 迴報給中央陸委會 來參觀燈會 是不應該的 他都完全掌握 我現在問你的是 你的行程為什麼不提前公開 因為這也是陸委會的原則 低調 單純 不是轉移交點 中央說低調 不代表不公開 所以蔣萬安角市長 你不要歪樓 你就是遮遮掩掩 你就是怕中共 我告訴你 這些矮化的事件 在今年 不管是你 或者是你派去的人裡面 都有可能遇到中國 對我們的矮化事件 我現在沒有要求你 不可以去參加雙城論壇 我現在在問你 遭到矮化的時候 你如何因應 第一 中國要求你把獎稿給他 你給不給 我們一定是 對等尊嚴 我們不會 你又在廢話 你又在跳針了 你到底要跳幾次 你這一句話到現在 我們絕對是遵守我們自己的原則 你這一句話到現在 我質詢到現在十分鐘了 你這一句話大概講了快要一百次了 你一直跳針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我就問你啦 中國要你 把獎稿給他們做審查 給不給 不會 不會給 好 行程 提前公開 給不給 出發之前 我們確定就會公開啊 提前給媒體 做不做得到 行程只要確定 我們就會跟大家報告 就這麼簡單 什麼時候確定 出發前確定 還是去到那邊確定 柯文哲被詬病的 他跟劉潔一見面 就是去了之後 見劉潔一前才確定 行程的安排 我們都會報給中央陸委會 不要再跳針了 我們都會公開 不要再跳針了 不是跳針 這是要遵守中央委會 難道議員 你覺得我們雙城論壇 不要遵守中央的法規 不要尊重中央主管機關的意見嗎 我相信議員 你也不會認為是如此吧 當然要尊重中央的法規啊 所以行程 見誰 談什麼 這些其實 我們都是要遵守 中和民國憲法 兩人民國憲法條例 主管機關就是陸委會 你答不出來 我要求 我全部完整的回答議員 我要求 陸委會核定 你雙城論壇的行程之後 你就全程公開 辦不辦得到 陸委會規定什麼 我們就怎麼做 辦不辦得到 如果雙城論壇 陸委會核定 請蔣萬安 就完全公開 辦不辦得到 陸委會要我們怎麼做 怎麼規定 我們就怎麼做 好陸委會如果沒有要求 你不可以公開 你就在他核定的時候 完全公開 做不做得到 如果陸委會要求我們做 做不做得到 陸委會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得到啊 當然是如果講幾百片議員 你都不聽 中央怎麼說 怎麼規定 我們就照做 就是簡單 就是這麼做 聽到你跳針 因為你一直跳針問 我就在回答你 遵守陸委會的規定 陸委會 需要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會照辦 他定義就是城市的交流 我們就只限於城市的交流 就是這樣 可不可以全城公開 陸委會要我們公開 我們就會公開 好 你又在跳針了 所以你就是辦不到 我們辦得到啊 你就是還沒有去雙城論壇之前 你就自我矮化